早晨好各位 这个北京四中有一位学生叫曹一凡 他有一些回忆文字谈到了中朝的纠纷 包括边界的争端 给大家读一小段啊 他说他是到那个北图 北图就在中南海的北面 这个北海公园的西面 305医院的南边 他到那去借阅文革的时候 他不想下乡 以这个有病的名义 就是实际是装病 躲在那看书 要不然的话就得去插队 读一小段啊 外文资料只许在科技木类中借阅 要是谁煞费苦心 读到可读的擦边彩线的书报 擦边彩线啊 当时很多书报是不允许读的 认为是读草啊 这个很多很多的东西不让你读 能读的只有这个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 以及少量的其他的书籍报刊啊 就成了大家的财富 月线的东西 实际上完全正常 当时就认为是月线 有本杂志啊 叫科学技术与广场吧 大概 哪位懂日文的啊 科学技术是与广场吗 我不懂日文啊 我也不能露怯啊 实话实说不懂 我这个阅读我的这个节目的 有很多日本的朋友啊 大家看看啊 我说的肯定不对啊 或者如果对也是猜的啊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连毛皮都谈不上啊 欢迎大家指证啊 有本杂志啊 我就这么读了啊 我就认为这个杂志叫科学技术与广场通逃过了审查 这是日本共产党日共啊 的赤其报办的刊物 有文章披露中朝两国边界纠纷 文革中金日成导向苏联 中朝交恶 高音喇叭互骂 甚至筑体堤坝蓝水 冲击对方河岸 冲击对方河岸 是为了多占领土 在中苏边界也发生过这个问题 因为双方是以这个 一条河流的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 如果这个河流 这个如果发大水 把你这边堤坝冲垮了 那你的边界 你的土地就会减少啊 其中有段文字涉及长白山主峰和天池的归属问题 清华大学的钱伟长教授 钱伟长教授后来当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吧 的夫人在四川时 是我母亲的同事 两家熟任 熟任啊 就是熟悉的意思 这个任 左边一个和苗的和 右边一个念啊 熟任 我有时到钱先生家小作 谈起这杂志和中朝边界 钱先生对政治有特殊的敏感 又是大杂家 对中朝边界问题门清 知识分子就是讨厌 地图都有好几本 他自言自语啊 说他自己呢 其实是夸耀自己 肯定自己呢 取出两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 1950年版 天池和主峰 明显都在中国境内 你看1950年的时候 已经是红色中国了 新中国了 那么出版的分省地图 长白山天池和主峰 明显都在中国境内 1950年代中期版 到了1950年代中期啊 过了四五年 分界线 把长白山一分为二 钱先生很生气 改国界是要全国人大批准的 连政府都没有权利 没错 应该是最高的立法机构 是吧 地结合约 变更疆土 应该全国人大 改国界是要全国人大批准的 连政府都没有权利 他不敢再深说 怕我生事 是吧 这个在中国呀 文字欲呀 因言获罪呀 对我翻译可怕的公害 可怕的公害是一本书啊 他要翻译 他倒是很鼓励 介绍给来访的 女英女作家 韩素音 韩素音啊 韩素音是一个中英混血儿 一位女作家 他比较有名啊 后来又推荐到科学出版社争取出版 韩素音是大陆政府比较喜欢的 就算是洋人吧 比如说什么路易爱黎啊 斯特朗啊 史莫特莱呀 马海德呀 斯诺呀 斯诺夫人呀 什么卓别林呀 李约瑟呀 小泽征尔啊 冯卡拉阳啊 这都是杨枣啊 这些人都是大陆比较喜欢的 偏左的洋人 这个文化大革命之后 文化大革命初期 还有一批杨左派住在中国的 他们支持文化大革命 这部分人在中国获得了超级国民待遇 给他们的住房 吃住 工资 政治地位 都是超越 远远超越普通中国人的 好了 就读这一条段吧